哈喽,小朋友们你们好 欢迎来到兜糖王国 我是你们的糖糖姐姐哦 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咯 咦,你看糖糖姐姐看到谁了 哦,是我们的小萝卜 它一个人在干什么呢 我们过去看一看吧 哦,原来我们的小萝卜 它因为大家都出去说任务 只有它一个人待在厨房里面 它非常的无聊 所以它现在正在发呆了 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兔兔跑了过来说 小萝卜,小萝卜,你怎么了 我们的小萝卜也不理我们的兔兔兔 转过身不理它 哦,我们的小萝卜 到底怎么了 小萝卜,你怎么了呀 因为小萝卜还是不理我们的兔兔兔 我们兔兔兔呢,非常的着急 于是它跑了过去找我们的巴克队长 我们的兔兔兔呢,找到了巴克队长 它跟我们的巴克队长说 队长,队长 小萝卜,它状态不对 什么情况啊 就是我问的它也不回答我 跟它说话也不理我 好像生气了 可是我并没有做惹它生气的事情啊 是不是感冒了呢 要不要找一下皮医生给它看一下病 不对呀,它今天上午还给我们做饭吃呢 应该是没有生病 到底什么情况 我也不知道呀 你说的能不能具体一点 不能再具体了 不信你自己去看 嗯,我去看如果它跟我说什么 我也听得懂啊 不如我们去找什么语言都懂谢灵通吧 让它去看看小萝卜 问它到底怎么回事 行,可以 那我们就去找谢灵通吧 队长 你果然是个聪明的人 这个方法太棒了 我们的兔兔兔呢 就跟着我们的巴克队长 去找谢灵通吧 谢灵通,谢灵通 怎么了队长 这么着急,什么事 是这个样子的 小萝卜它状态不对 跟它说话它也不理人 刚刚兔兔兔跟我说 所以我想让你去看一看 小萝卜到底怎么样了 行 没问题 那我们现在就去找小萝卜吧 行 那去找小萝卜 好 它们下一个人出发去找小萝卜吧 小萝卜去了 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巴克队长呢 还有兔兔兔 还有我们的谢灵通来到了小萝卜的身边 我们谢灵通就问我们的小萝卜 小萝卜,小萝卜,你怎么了 为什么今天兔兔兔兔兔找你,你都不理人呢 小萝卜非常地伤心 小萝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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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陪我们的小萝卜玩 让我们的小萝卜开心 哦 太好了 然后我们的兔兔兔也跑过来说 今天我们的任务就是陪小萝卜玩吗 是的 今天所有人都要让小萝卜开心 好 现在我们就执行任务 然后我们的八个队长还有兔兔兔以及谢灵通 就跟我们的小萝卜玩了起来 那他们要玩什么才会让小萝卜更加的开心呢 那我们想一想吧 我们谢灵通用他的大脑想啊想啊想啊想 也想不出来要跟小萝卜玩什么 突然我们的队长就说 要不我们就玩老鹰捉小鸡吧 怎么样 我们的小萝卜听懂 他说 哦 太好了 太好了 我要玩老鹰捉小鸡 我要玩老鹰捉小鸡 那么谁来当这个老鹰呢 然后我们的兔兔兔以及我们的谢灵通 站在小萝卜的身边说 当然是队长你呢 哦 好吧 看来这个老鹰只能由我来当了 行 那我这个老鹰要开始了 你们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好 现在我们就开始玩老鹰捉小鸡的游戏了 这个时候小萝卜当起了小鸡 小鸡 然后我们谢灵通 你的兔兔兔 当起了小鸡仔 其中于俩一张 就是老鹰鸡 虎英雄 现在抓住最后一只小鸡 就是我们的兔兔 他就抓呀 抓呀 你们小萝卜呢 就跑了过来挡住了我们的巴克队长 我们的谢灵通还有我们的兔兔兔 马上又躲在小萝卜的身边 身后去了 然后我们巴克队长又从左边去抓我们兔兔 我们兔兔兔还有谢灵通吓得 啊赶快跑赶快跑 走了我们的小萝卜的侧边 小萝卜马上挡住了我们的巴克队长 我们巴克队长怎么也抓不到兔兔兔 哦真是的 今天这个老鹰当的太失败了 一只小鸡都没抓到 我们的小萝卜呢 听到巴克队长这么说 哈哈答案是我太厉害了 因为我保护他们保护得好啊 所以你们才抓不到他 哦我们的小萝卜真是太厉害了 我们的兔兔兔还有我们的谢灵通 就一直躲在我们小萝卜的身后 然后我们巴克队长 就能再去抓了 然后他又跑过去 抓我们的兔兔兔 还有我们谢灵通 这个时候我们的小萝卜 被队长夸得还在晕晕乎乎中 忘记要去保护后面的兔兔兔还有谢灵通了 然后就被我们的巴克队长 哇一把抓住了我们的兔兔 好我们兔兔兔兔只能顺利出局了 我们小萝卜非常伤心 嗯不但这样子的 我们的巴克队长只能跟我们的小萝卜说 游戏就是游戏了 现在我已经抓住兔兔兔了 兔兔兔已经出局了 所以没办法了 这场胜利是我赢了 不行不行 你还没有抓到谢灵通了 所以还不算 哦我们的小萝卜因为太兴奋了 所以就 到小萝卜对手 然后我们到巴克队长说 小萝卜没事 我们继续继续 你不要着急嘛 继续 然后我们的巴克队长 只能再次去抓我们的谢灵通 我们兔兔只能坐在旁边 等着他们玩玩了 不可怜的小兔子 现在没有他上场的机会了 然后我们的小萝卜 跟我们的巴克队长 继续玩这个老鹰桌小鸡了 这次我肯定不会让你抓到谢灵通了 哦那就放马过来吧 最后他们玩了好几局 哦我们的小萝卜实在是太认真的 怎么也没让我们的巴克队长抓到谢灵通 然后我们的巴克队长只能跟小萝卜说 好吧这一局算我输了 哦哦我赢了谢灵通我赢了你快看 哦我赢了我赢了 他在地上打着滚哦我赢了 我们的巴克队长说 是的小萝卜你赢了 我们的谢灵通也坐在地上 跟我们的小萝卜说 是的你赢了快起来吧 我们的小萝卜 今天玩得非常的开心 这时候我们的兔兔兔呢也过来了 到底谁赢了呀 我刚刚去喝茶了 哦是我输了 巴克队长跟兔兔兔兔说 哦我们的队长竟然也会有输的时候 哎没办法谁叫我们小萝卜这么厉害呢 小萝卜非常的谢谢是跟队长说 巴克队长谢谢你 陪着我玩了一整天 今天真是太开心了 哦没事小萝卜只要你开心就行 平时你给我们做饭辛苦你了 不不我今天决定还是要做一顿 美味的晚餐给你们吃 哦那真是太好了 我们今天有口福了 哦哦哦你们有口福了 我要去做饭了 我们小萝卜非常的兴奋 它又蹦又跳的朝厨房去了 现在我们的巴克队长 跟我们的谢灵通还要突如突说 好了今天的任务圆满完成 现在回到各自的房间去休息吧 你们两个也今天也累了 不累不累队长你最辛苦了 那好吧我们就在各自的房间 等待我们的小萝卜叫我们吃饭吧 那小朋友们跟你们说再见咯拜拜 好现在呢我们的巴克队长 还有我们的 TOOTOO 还有我们的 谢灵通就各自回到房间里面 等我们的小萝卜 准备好吃的叫他们呢 那小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 海底的世界是不是丰富多彩呢 那今天就跟你们说再见咯 拜拜 小朋友们 更多视频可以在下方订阅我们兜唐王国 这样就可以成为我们王国的小公主或小王子了 也可以拿起手机 微信添加公众账号兜唐王国 还有机会获得我们王国的公主或王子勋章咯